嗯 這個UI做的很有意思啊 這個動向 像那種墨水一樣展開的 我們看一下 這些 這些應該等會會提示 嗯 這些應該現在也不用管 看一下畫面 這個屏幕寬高比啊自動 垂直銅不開 幀數上限不需要 動態模糊強 我就喜歡動態模糊 七日五超彩亮全景光追開 光追超高 影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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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拉滿 應用 啊需要重啟遊戲 啊需要重啟遊戲 哇 Holy shit 快開場了 快開場了 啊 突然間 快開場 啊 啊 好 大闹天宫 我对这个游戏的解说会很浅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对西游记很不了解 所以就当我 没看过西游记 人 我保住了 金 我取到了 老孙啥功名不要 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 过过逍遥日子 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 我懂 让你小子 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 又想呼我回去做神仙 我也懂 我不懂的是 你他娘的杀我好子好岁 出去 走吧 走 夜 起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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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只普通猴子 真的是第一次能看到过场游戏有这样子的表现力 是封过佛位的猴子 实在是太棒了 撤离除了我 没人配给他担定 这是绝对的一大步 狐尊啊狐尊 我本不想与你这个手下败将再战一场 这样吧 一会儿若是你败了 我带你回天庭 他们留在这里铲拼花果山 若是我输了 我定然不会罢休 他们照样铲拼花果山 生灵涂炭啊 好歹也同聊一场 是真不想的 要不你现在就跪下了 要不你现在就跪下了 认个错 这事就算过去了 如何 我最为了神灵涂炭 你也认购吧 我先给你留着 我让你亲眼看看 我是怎么杀光天晴每一条狗的 这里的 上面的 还有刚刚那条黑的 留下点 一起上吧 脑天仪再给你机会 请这办公式抬举 算不算被人忘记 别配 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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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斗战圣佛 你可知这长生不老的佛位 有多少人求而不得 长生不老? 三界六道 不就会在这四个字上 你不想再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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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再生一种 我会让你开心 你不想再生一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优优独播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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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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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嗯 十五一人 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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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上 这就是你说的单条 天上阳光眨眼得很 有种再和你舅舅去山里会会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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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这块石头啊 在山里出了不知多少时间 我打小听人说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 他乃天产石猴 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童 纵然不幸身死 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 而是化为了六件灵物 各自逃顿隐匿世间 这便是大圣六根的传说 这便是大圣六根的传说 可惜数百年来无人亲眼得见 哎 我老了 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 但你们之中 书籍会有天命所归 将他一下的灵物一一寻遍 待灵物尽数回归化过山之日 或是大圣复生之时 不可能 上古卷轴那种别想了 不可能 我现在给看录播的朋友提个醒 我现在是在回答直播间的问题 第一 火照黑 为什么呢 因为邪恶路线你不能做 上古卷轴你可以当个烧杀抢掠 破坏一切的纯邪恶之人 这种路线是不能做的 嗯 那自由度就直接就 就是 其实在那种游戏里 你当个好人 他的选择厚重感 是因为你可以当个坏人而被衬托 并不是说你不当坏人 坏人那个邪恶路线就无所谓 你能杀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能衬托你当英雄另一面 所以你要做那种游戏 所以 那 这个 啊 就我刚才说这个问题 不太不太现实 哎呦这这桃子 哎呦这桃子的质感 命不凶 哈哈 你看 原道 不自由 嘿嘿嘿 大哥 真是有口气 等一会 是不定啊 是从哪个山头上 这么好饿 这桃 倒是识圈 这 好个小胡子 敢捉弄你爷爷 其实 并将你知道知道 知道理解 不是说有 音话不同部问题吗 但这个问题 唯一的解法是 我重启电脑 它是自动保存的是吧 这游戏没有手动保存 好像没有手动保存 那它刚才应该给我存了 我不重启电脑 是解决不了 音话不同部 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的 我必须重启现在 五分钟之后回了 他 他是剑灰的 毕竟是小 不管来多少次 总是改不了 这胡闹性子 我知道他们说的空气墙 问题是啥了 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 它里面有一个缝 但是 它这边给你留了条道 但是 你不能过去 其实这个放几块石头一堵 就行 或者放棵倒下的树之类 哎 但是你看 它这个边界做了很有意思的东西 一般游戏是没有 我玩大部分游戏是没有这个 就是你走到 走到 高空不能下去的地方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动作 这个细节很棒 大部分游戏就是 要么就不能下 要么就摔死了 很少有这种 这个白光我差点以为是那个攀爬标记 鸡 刚才我都不知道怎么急奔 在战斗中 阿B 打出重棍 他这个调色风格 我怎么形容呢 非常的完美 就是他这个调色风格 大家仔细看这场景 它是介于一种写实 以及我说不上来的那种 山水水墨画的感觉有一种 我说实话具体 我说不上来这种感觉具体来自于哪里 可能来自于它的白和黑的那种对比 它的整体色调是偏灰的 然后大块白和大块黑的部分很多 它就这个画这个观感就给我一种那种感觉 虽然它这个写实画风游戏 但是 却有那么一种 中国传统绘画的感觉 这就是调色的功劳 调色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游戏的调色就挺好 这游戏我觉得对于中国游戏界的意义啊 你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无论到底觉得怎么样 它就和流浪地球一样 它是一个工业标准 它是一个第一次展示说我们 比如说之前电影工业 我们的科幻电影工业 也能自己做一部原创的东西 而不是给别人打下手 做外包工作 我们能做出一个原创的 从整个工业流程走一遍的东西先做出来 流浪地球的意义就在那里 那黑神话的意义 就相当于把这个性质套到游戏里面 就我们现在不只是能做美术做外包 而是我们也能做一个自己的原创的 走整个工业流水线的游戏 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抛开甚至抛开个人喜好以外 按住蓄力 按住蓄力 妖怪图鉴 狼力是 哎呀 你看他这个妖怪图鉴还画了这种画 哇这个这个好漂亮啊 这个图鉴 天不管地不收 逍遥自在荡悠悠 醉里还有乾坤大醒来愁是一笔勾 群上的小妖们很少有机会参加洞内的宴衣 美酒佳瑶都有靠自己群 他们便经常化成人形跑去镇上骗吃骗喝 一来二去镇上的百姓发现了 识破他们的办法 小妖们还常常喂吃饱就被拿住 还得挨顿臭打 大家就渐渐不敢再去镇上 却说这群小妖中有只酗酒的狼妖 这一个小怪的介绍这么长 这日它躺在树下 多懒 朦胧问 瞧见个身披贺爹的老狼 那老狼我感觉这个游戏的 这个游戏的这个叫什么文本里会有一些生辟字 尤其是我在北美待了七年 很多这些字我已经早就忘了怎么读了 比如说这个贺什么的老狼 那老狼问道你不寻山躺着怎的 狼妖道 我想去镇上喝酒 但化形总被认出来 现在只能去梦里解馋了 老狼听后哈哈大笑 富尔蜜言道 你寻到司堂去 只需躲在维 维曼中 将供桌上的酒全喝掉即可 言罢 老狼身影一晃 泰然无踪也 那狼妖半信半疑 但仍想尝试一番 急忙化形到群到镇上司堂 那箭里头果然挂着呢 血 他有很多这种字单拎出来 我都已经忘了读音了 他 狼腰渐渐有了喝不尽的美酒 他终日痛意 慢慢觉得这酒也不怎么好喝了 而那些见获凄苦绝望贪婪阴损的起源 让无能为力的人更加消沉 当你拥有了某物 你就不会再珍惜他 这日他只觉得那供酒味如苦水 天天吃山珍海味 会觉得山珍海味不如KFC 这是个故事 这是个其中一只狼腰的故事 他难道是每一个小怪先配一个这种他的lore 再配一段其中一只小腰中的故事 如果是这样也太有意思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这么一段 我觉得不错 还配合我旁边的画 没想到一点展开好家伙 那还有狼剑客呢 这个下面的这首小诗 也是他们自己写的吧 应该 他这个诗甚至是画在右边的这幅画上也有 白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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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要我来寻山 有桃就吃 有酒就喝 好物件尽数留下自己受用 众人总到他必有受罚一日翘首以待 这日黑风大王在山中开了个道场奖金 说的是杜杰长生 其死复活 护法们撒下符纸 大王让众人吃进肚里 其后开始送经祈福 个把时辰后 大王问及是否有人感觉笑艳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我有白袍郎率先起立 其后才有小妖陆续起立 次日 护法们传令 说大王将白袍郎提拔成了校尉小统领 私下里 众妖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是何原因 这白袍郎非但没遭点赤 反而得到了升迁 泥华着白衣 吴大义 度视战而起 鸡犬升云梯 最厉害有乾坤大 醒来愁是雨 他这些诗其实都是对应这个故事的 他这些诗全是对应这个故事的 狼赤猴 我们现在遇到的三个怪 每个有一个 大梦空 看看怎么个大梦空法 互运 互运是什么 互运 互运 互相显断日 已久偷师 金佛 时间一久 大大小小妖怪 去被他拜访了个遍 他也听到不少秘法 今日照着那个练 明日照着那个练 修行就毫无进展 连本族的刀法都使不好 终于有一个好心的老狼打算指点他一二 他却用听来的妙诀把老狼反驳到哑口无言 此后 族中再也无人愿意教他了 哈哈哈哈 其实这些小故事都是那种就是让我想起有哪种故事呢让我想起小时候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给给你讲的那种故事就是很有意思很让我怀念都是这种小小预言小故事一样的 行囊 我们现在有个这个什么皮张伞 消灾丹药依旧 消除毒伤状态 千山千水深多张多魔畜 你也可以检视这个模型 但很可惜这个模型不能360度旋转 如果那样就更好 但是他还是可以看 他这些道具都是有独立建模的这一点就是非常细 其实有其实每个道具有独立建模的游戏并不多 并不多 日寻山夜访沙小妖瓶子秦池家 他这些 他他他这些文本写的都特别好 而且而且这个游戏也是 哎呦这个游戏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翻英文会非常难翻 就给我一种怎么说呢 就像 就莎士比亚那种那种古英文 你你翻译到中文以后就没有那个意思了 因为他他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 就举个例子 如果外国人看估计就会是这个感觉 我们就是我们看文言之类的东西 然后再看翻译成英文的这个文本就就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之前学莎士比亚就是我看中文就 就这个翻的要么就就就是那种就没没法这种这种 你看它一种技术 Я 没法听到 那么我们用来的这个文本就有这个文本就有这个文本 一种水 Patricia 把我的文本这个文本再开 喜欢你 那我用来的文本来的文本 一下 现在ice 这种文本 就是这种文本 有文本的文本 我的文本 这是技能 哦,33% 在这念了半天的故事 一回游戏都有点懵 那说实话,有一点是什么呢? 有一点就是 您是谁 这个帧数侦测不适用啊 就是 优化我确实觉得 但是这不一定是优化的问题 这个说不好 因为它的画面表现力太好 它的画面表现力绝对是目前大概 嗯 就是最好的一批啊 这最好的一批里面 所以它可以横向对比的例子不多 但是其实它 你看我这个配置也是顶配 但是其实它这个帧数 相比起我玩的别的这些新游戏 会感觉有一点 有一点低 有一点低 但是现在英伟达控制面板 它显示不适用 我也不知道现在几帧 我之前 基准测试是 哦,现在不到60帧 现在不到60帧 现在我站定的时候是60 刚才是50几 也就是说我的 我这个帧数居然是大概在60 大概在55到60的样子 我看 所以等英伟达那个驱动看看吧 但我现在是这个全开 DLSS质量 真生成打开 但是我其实只有60 但是60也够了 但是相比起一些 就在这个年头来说 感觉我这个配置居然只有60 有点怪 这些 怎么回事呢 这和你开的画面 这和你开的画面 你不是21比9 21比9还要再好 就如果大家开2K的话 其实是要性能比我好 因为我这个Ultra Wide 2K 它要比2K 大概多出了30%的屏幕面积 所以我的性能消耗还要更大 比起普通的2K影视机 超宽屏的代价就是这个 超宽屏并不是 你并不是就是单纯屏幕宽了 然后你就爽了 凡事皆有代价 朋友们 你要用超宽屏这种震撼的观感 你就要准备多付出点帧数了 配4K 那我这游戏40帧都稳不了 我可不敢 因为我要超宽屏 4K超宽屏是市面上有 谁能开得了 4K超宽屏比4K压力还要再多30%渲染面积 我都不敢想 我根本都不敢买 这个都不是那个钱的问题了 纯粹是没有显卡能带得起4K超宽屏 太折磨人了 所以我就觉得还不如2K 你在4K屏上开2K 其实观感不如在2K屏上开2K来得好 但这游戏的光照还有画面质感 就有一种那种水墨化的感觉 很有质感 很有质感 非常有质感 哇看这树的效果 主要是5K的 睡觉 小生是黑风山的土地 在此 在此 候你多时 他这个他这个头像马铃薯发芽了 哪有刚开游戏给分的呀 这啥事 你起码打了一半才能 打了一大半才能 后来啊这陈怨又被重建了 可人心若是手没了 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 你不记得此地 这运镜可以 这运镜可以 这运镜的你来着不闪 小猴子尽求多福 缩地轻浮 特殊道 就地使个缩地法解尸肉身出了原神 在上一个土地庙还魂复生 行不去须之退一步之法 碎金片 不过你能看出工业就是 就是他他这一步其实就走到了目前 光我们就说画面技术是比较顶尖的水准 但是你还是能看出一些不成熟之处的 当然这也不排除是虚幻5这个引擎还比较新 大家还没有真正搞懂相关的问题怎么解决 就比如说什么问题呢 就比如说他在紧 他他在这个你看你看这个脱颖没有 就是真生成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在之前的一些游戏里我没有感觉这么明显 而他在毛发边缘的抗锯齿 毛发边缘的锯齿现象有点严重 就是DLSS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一般来说不会有这么严重 然后还有这个移动东西的时候的这个 他不是那种动态模糊的脱颖 他是那种前后颈 大家看到那个影子刷新没有 那块石头 就是我我这个棒子前面那块石头上的影子 就他会有这种这种这种问题 这种特别大的残留 而且刚才在过场动画的时候 那个前后颈调颈身的时候 毛发的抗锯齿也出现了很大问题 但他就是整体看上去很好 但有这种细节问题 你看这个毛发 就感觉我分辨率 其实我分辨率也是DLSS质量 应该是不算低的 啊 作火 作火 这是作火吧 是的 谢礼是什么 预购版谢礼 他现在阴影 挺明显的这个问题 就是 你说一个游戏他中躲避 作火 说实话本来定义魂like就很难定义 因为这个本身不是个类型 它只是个元素标签 但是这游戏如果又有作火 又有鼓励躲避的战斗机制 那幸存者是魂like 那他也可以是 就对我而言 这个词代表的意思主要就是集中在这几种重要的玩法机制上 不是别的 和难度什么都没关系 就和他怎么鼓励你战斗以及怎么用这个刷新机制决定 也就是把把这个保存当作一种和战斗相关的资源你要来用决策性的使用 这么一种对我来说是所谓的魂like的一个重点 但是这玩意一直都有争议 到现在你说任何一个游戏是不是魂like都能一直争下去 所以 只能说 我的分类方法是这个呀 还有这个场景 哇 这个场景 这个光照是真漂亮 苍狼林 照片模式有吗 有没有照片模式 老葫芦 我喜欢慢慢走 欣赏这种精心构建的场景 你说这种场景一路冲过去我就会觉得有点浪费 我就喜欢找一些比较漂亮的角度在这漫步 其实我玩任何游戏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一旦发现哪一个角度 哪一个地方的光线比较好看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在这里 好 好 好 他这个棍子穿模的问题还是在 但是他这个碰撞雪地里应该是有错的 我记得 但这东西没法搞 这东西要搞起来太费劲了 因为虚幻有人的IK 人的适应性IK 但是我还没听说有给人物所持武器 做这个地形自适应的 我从来没见过 他有没有偷袭系统 现在不知道他没教我 这想必是技能点 这是 灵芝 紫芝 三秀锐槽色紫如今可用炼制丹药 真的 这游戏表现出的工业水平啊 真的很令人不敢相信 就是 这第一次就能做成这样子 但是说实话 你再一想也能相信 因为绝大部分的 国际大厂的3AAA级作品 他们的大量美术素材 大量的场景之类的东西 就是特别是美工方面的 技术方面的东西 都是外包给中国工作室的 只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自己原创的而已 从来没有一个自己原创的AA游戏而已 但其实我们具备了制作这样游戏的一切工业基础 就是一直以前没有人带头做 狼笑味 日寻 日寻 日日寻山岗 还可以看到他这个右边这个 画里面他写那个诗啊 他那个第二个字是用这个符号隐去的 他这个细节做的特好啊 天 日日寻山岗 山也就是他一个东西要做两套 说实话 专门给这一个故事 在佩服图 这个工作量 你说小不小 不是你说大不大 说小可也不小 因为他有太多这种故事 而且他画的还都挺像样的 匆匆千里外 夜夜静望乡 黑熊惊 黑风山 新来的小妖 这些妖魔中只有狼妖 最是勤恳 勤劳肯干 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连结交同伴的时间也没有 社恐狼 社恐社畜狼 自投来黑风山家里耗尽盘缠 兄长还浪费这种闲钱 好生可惜 若你给我换面盾该多好 只不可能有了新换的刀印可立下大功 是这件事啊 这不是之前那个故事 众人挤在一世 如何不和刘家贝 诵经许久 如何不胸怀敞亮 青牛精也站起来 好在大王挥挥手众人又全坐下 其后不少小妖被分享了宝物 青牛精得了金丹 白跑狼当上了外山小统领 而那狼妖还是拿着面 就顿破刀 青根根根根的寻山 至今未获得提拔 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光老老实实做事 是没用的 你还要有点情商 真正的做提妖这是 英伟达那个驱动 有说什么时候放吗 他居然不带游戏首日放 难道这么神奇 让我看一眼 应用倒是更新了 他把应用更了 没更驱动 但是为什么会 不是 怎么会不再首发出呢 我不懂 等等 这不有更新吗 这是给谁更呢 这是给模拟农场二二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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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杀对决 那没事了 这不是给黑神话更呢 这不是给黑神话更呢 黑神话的还要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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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那我也应该把这显卡驱动生了呀 但是呢 我应该把这显卡驱动生了呀 还是说这个驱动无所谓 可能无所谓 这是什么动 这是什么动 我就带我爷爷神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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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物 体件 原件 直取 棍花时向前移动 棍花 哎 我要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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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胆又是什么东西 胃苦如胆 易补胆气不足 可用于炼丹 这是曾经那庄庙的遗迹吗 对 明显是 这边还刻着墙上的 这些雕像 哎 话说我的地图在哪里 地图在哪儿 没地图 这 啊 怎么没有地图 啊 什么情况 啊 啊 啊 不然星空也有地图啊 怎么会没有地图啊 而且这是个线性游戏 不是 它应该是个起码是个香 香亭之类的了 这是什么东西 嗯 这有一只兔子卡住 怎么会没有地图 怎么会没有地图 第一个 我不理解的设计抉择 它在干什么 那什么啊 要紧物是 要紧物是 如恶恶臭 如浩浩色 此乃佛头中藏有的宝物不知有何奥秘 你 你 主要是我 我探索这种 这种 这种游戏啊 这种无论是线性也好 还是区域也罢 相亭也罢 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张地图 然后就感觉自己全叹了 毕竟它不是开放 它不是那种 这 毕竟这种 它主打一个精细嘛 它的关卡什么的 所以它就更应该有地图了 比起开放世界 开放世界主要是为了指引你方向 但是对于这种游戏来说 其实地图是起到一个 其实更能诠释关卡本身的一个办法 就像星战 幸存者之类那些 这个我还是挺遗憾 我就特喜欢那种在游戏里边探地图 然后比如说有些就不会做那个地图图 无色嘛 我特别喜欢地图甜色 就一开始你开地图里面都是黑的那种迷雾 然后你走过的地方 它就给你标出来 它就给你开 比如说龙腾世纪那种 我就觉得特好那种 特别有那种探索的成就感和欣喜感 你也能准确的知道自己到底哪去了哪没去了 就非常好 我挺 我挺希望它也能有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可能更一个之类的 怎么还爆 哇有毒 有毒 有毒 特别是应该有个小地图呢 特别是应该有个小地图呢 因为它空气强多 空气强多不是问题 你看我最近玩龙腾世纪 全是空气强 但是问题是因为它有个小地图 你就能知道这到头了 这个也是为什么这这类游戏 因为因为这类游戏都不是开放世界 他们地图不会很大 那理应肯定有很多东西想 但你要有个地图的话 我就不会出现那种 用头去撞的那个情况 或者说会少一些 不可以说实话这些问题只有你自己玩了才知道的 因为做游戏的 做游戏的游戏制作者 他能测他能从玩自己游戏中得到的反馈 其实和普通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玩家是不一样 因为他在做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知道了一些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反馈只有你在不知道的时候才能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个测试不能自己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地图这个事情没加是一点比较奇怪的事 难道就是QA也没有反馈什么 调布满不中毒不错 调布满不中毒好文明 不是瞬间中毒 让我想到玩无主之地 我的个天哪 我碰一下我就要死了一样的感觉 这什么玩意 我都没按出来回血呢我就死了 我刚才在看回血的按钮是什么 我看完我死了 这个第一次让人回血 这个第一次让人回血 你看这我觉得也是一个他第一次让人回血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游戏暂停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血 他第一次出这个提示按LB 但他这个时候是不暂停 然后我看完我死了 那那那那我第一次我要花时间去看这个提示啊问题是 呃大部分游戏都会在第一次提示的时候把游戏暂停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不知道他的死亡惩罚是什么 哎呦怪又重新刷了 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魂系游戏的原因 你可以argue他是魂还是他是累魂还是不累魂 但是反正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足够 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任何和魂元素有关的游戏的原因 我真的不想重复打已经打过的怪啊 我不打难受不行 不能直接跑 我这个人就是图必须全清 我说这一点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知道为什么我讨厌累魂了吧 就是因为我我要全清图 但是魂游戏一存档直接给你全回满 我靠我不只是这游戏啊什么星战幸存者 我都是很讨厌这一点 我就是喜欢清图 我就是起码你一个怪刷新你要给我几天时间 那些地牢过个游戏内好几天重置 我也算是能接受了 但我是真不喜欢这种一一做一个火一存档或者一回血 这怪重新出来了 直接 因为我玩游戏就主打一个叫什么步步为营 我就喜欢这样玩 我就喜欢那种一步一步往前 然后往前推进扫清一切 的那种感觉 我刚才到哪儿了哪儿死的那个底下 所以一直以来我不喜欢累魂游戏 但是我来看一步 我可以看一步 但是我看一步 好 好 好 我看一步 好 好 我看一步 我看一步 我看你 我看一步 我看一步 因为我玩游戏其实不是为了战斗 战斗永远是我玩游戏的辅助 就是我玩游戏主要是蓄势是最重要的 然后是探索 探索和蓄势是最重要 战斗其实我不是很在意 但是如果当一个战斗阻碍我 不能顺利的完成我想要的探索和蓄势的时候 那这个战斗对我来说就没有乐趣 也就是难度高的战斗 虽然我肯定很能理解很多玩家玩游戏 就是为了打那个战斗系统 但我不是我从来都不是 话说他的死亡惩罚是什么来着 除了怪重新刷新以外 还有别的吗 普通 我一般都是普通 标准 因为标准叫标准 普通 没有惩罚 这个还是不错 唯独就是重新刷怪稍微烦了点 但是别的就不需要管 这个挺好 那个 因为刚才说的 因为普通之所以叫普通 标准之所以叫标准 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 他是开发者默认这个游戏应该有的体验 那像一些没有难度选项的游戏就更不用说 所以我一向都是游戏一开始 我必须要玩普通 就算是有一些游戏 就是我中途觉得普通太简单了 我想调困难 我会后来调 但是我进入游戏的时候 第一周目必须是普通 除非特殊情况 比如说小提娜 无主之地那种游戏 它会直接给你写明 说最高难度有战利品加成 那种呢 我可能会开最高难 但是除此之外 就比如说之前玩海参2 我一开始开始是普通 结果后来觉得普通太简单了 我中途改成困难 但是我要先知道它的标准是什么样子 我一定要知道 这游戏开发者眼中的标准是什么样子 这样我才能准确的评价 这款游戏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无论是难度上的 还是简单难度 还是困难难度 那都是额外的东西 那这个游戏测试的时候 它面向那个群体 肯定不是为了这个调的 好了这边应该没有东西 但是它没有地图 我还强迫症反 它没有地图 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探没探完 我怎么知道我到底哪里去过 哪里没有去过 它也 它没有地图 它也没有禁锯罗盘 这个 强迫症发作了 我当场 当场治好你的强迫症 我看 我真的是 因为我现实里也是个地图迷 就如果大家看过我发这些动态的话 就是我天天鼓倒我那个地图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 我天天 我去一个城市旅行 我疯狂在地图上画标记 我去班夫旅行 我买了个纸质地图在那里圈圈画画写写 然后我去纽约旅行 我在温哥华 我会用地图记录自己去过的所有地点 就是我恨不得用Mapping所有的东西 我无论是游戏的生活里的 就特别喜欢搞地图 所以当他们当一个游戏没有地图的时候 我就当场 傻了 我就会极度不适 所以我可能比普通一般 一般不在意地图这件事情的 人玩没有地图的游戏的时候 会更加难受 因为我太喜欢这东西了 主要就是 这是护院 刚才我们故事里读到的那护 他背后 哦不是 他就锁定 他以为 哦 哦 我 我 我 有下我一跳 定 还有要 还以为处决 还有要追处决了呢 许久不用 没成想 这定身术 倒还好使 既是划过山来的故人 教你一招也无妨 来 速速把手伸来 定神术 将手一指定在原地 写好了 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 只削用着手一指 心里默念一声定 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 你也可喘息片刻 只是小老儿倒很浅薄 这定神效果 不削片刻就会失灵 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 你全当是整个 磅身的手段吧 如今这些小儿 真是目无尊长 别怕 用钢穴的发术 一趟玩 对呀 这样玩 去到小儿 走去去去去去去去 对呀 可以 那个 i know you're not going to die 修行 棍法 变跑变蓄力 这个是 已开悟 我还以为不能 消耗棍兽可恢复生命值 这个好像应该很有用 实力过程可急奔 轻棍衔接重棍 消耗力打出破棍式 可以化解攻击抵消伤害 更容易大腿 试试 试试 这个 画的是云 云 试试 转镜头的时候 能感觉明显的卡顿 那就掉针 转转转镜头的时候 给你试试 没接上啊 E-C- 破棍法呢 衔接中棍 诶 我刚才就是这么按 但是 奇数 是不是 中棍需要絮嗎 絮力不是另一個攻擊嗎 青蛙 在沼澤裡修煉 眼瞪愛取鬧 耳鳴性填造 行會屈肉心 天王做探報 小青蛙和大青蛙 一日玻璃個浪 玻璃個浪 想在青蛙中挑一隻做妖孝 牆上的大青蛙激情的小青蛙 最終的候選者 種青蛙雖不服氣 但都不敢生長 琥珀杯 這 越吵越大聲肚子鼓得越來越高 忽然有幾個肚皮被撐破炸裂開了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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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居然是彩色的 鴨相克 掛之天下是中南善其身 以為安穩處 因緣亂紛紛 烏鴉 這烏鴉還有胸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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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故事 头目 它上面的字还是一点点写出来 赫赫扬扬身高过丈 腰悬甲城手持几长 其神凶恶其目呆光 从若鱼若至糊涂模样 丹药 嗯 鱷鱼是不能打的 鱷鱼是不能打的 鱷鱼是不可以打的 诶 Vaseline。 开罐,开罐还有。 我以为他这个镜头卡顿确实问题挺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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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个问题有点严重啊 朋友们 这个问题真有点严重啊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他这个stutter 就是一个 卡 这个 等等我觉得更严重 我觉得比刚才更严重 我觉得一开始还没有这样 现在更严重 哦是这个水糖严重 是吧 青蛙 青蛙炸了 哎呀 青蛙炸了有毒 他刚才故事已经告诉我们了 青蛙会炸的 哦 哦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哇 不是 这肯定不正常啊 啊 优化确实比较有问题 但是就和现在 但是 但是这个水糖也太离谱了吧 我刚想说 现在的游戏优化多少有点问题 但是这个水糖有点太离谱了 哇 这个水糖 哦 现在好像好点了 在这多待了一会儿 这水糖怎么死亡水糖是吧 那你看这个光照在这个池塘的效果多漂亮 可能 哈哈 不排除 因为这个水的效果导致 多漂亮啊 看看这 哇 英伟达驱动的英伟达 必有 哎 没地图 哎呀没地图 我以后 就要就就就 就会经常唠叨这一句话 大家就 我就不知道 我玩黑神话到通关 我会唠叨多少句没地图 哎没地图 作为一个地图重度痴狂者 你给我一个最最最最基本的地图也行 就是什么样就是用不了的地图 比如说 比如说辐射的那个本地地图 你看 谁用的东西 但是 但是不能没有 你可以不好用 但是你不能没有 地图 地图 我的地图呢 哎 站在这上面 嗯 观观景 只要是地图就行 我已经没有别的要求 但是我需要地图 甚至说你给我一个没有定位的地图 甚至说你给我一个没有定位的地图 就做一种纸板画 一个纸板画一个那种都行 我就是想要一个地图 我就是想要一个地图 我觉得这个游戏不需要专门拍照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大部分时候啊 它这个镜头都已经很合适 所以它会隐藏UI 你看 这种时候你 你就不需要 呃 开照片模式的 其实 我觉得光这样拍就挺好的 是吧 是吧 其实当然你也会有更多 比如说 也行 拍照模式主要是你还能调这些的 调这些 看看有什么景深 啊 景深还是有用 但是它这个景深 嗯 嗯 这个不是我满意的那种拍照模式 它不分前后啊 它前后不能单独调 就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只想开前景景深 啊 我想模糊前面的这一些植被 当作framing 但是我不想模糊悟悟空以及后面 不行 我没法这么搞 有一些游戏分前景后景景深 这样做就可以 但是也有一些游戏 比如说 黑神话它没分 那这个拍照模式的可塑性就 不是很大 这样的话 嗯 否则远处的树也显得太奇怪了 如果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前面不加景深 嗯 这个质感又会确实有些下降 所以它也没有前景景深 嗯 很令人遗憾 嗯 看着看着树叶啊 听这个风的沙沙声和这个树叶在林中飞的这个感觉做的这个氛围非常之好 特别这个树叶的效果做的尤其好 这种飞舞的 不行 因为它不分前后 我掌握不了 我 我还是掌握不好 那个 掌握不好 具体的 不是说掌握不好 而是没有给我足够的 这个手动的空间去搞 还是要分前后才行 毕竟游戏摄影也不是现实摄影 我看起来没有个阵子 它这个棍子和这个植被的碰撞做的非常不错 很细节 你有些面熟 我见过你 我见过你 看蜻蜓 不过我又开始卡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就这一个 做这一个皮套好几百块钱呢 而且我做直播又不赚钱 我又不是商业直播 哎呦 这个棍子可以 这个水缸可以砸 还能 还会掉东西 我可不会再花钱做一套 我下次再做一套估计是老滚6的时候 老滚6的时候我再做一套 现在 现在有个问题了 就是我如何知道哪边是正路啊 我看着应该是这边是正路 但是我怎么才能百分百确定呢 没有地图的话 我有这也能打 我到处搞破坏 我卡死我了 我的天哪 现在几帧啊 它不是帧数的问题 它现在是starter starter和单纯的低帧还不一样 就单纯低帧其实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效果 它这个是 在跳一样的感觉 哦 这边是正路 它标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 哎 这个东西是 为什么 哦 是你只有接近这个主要关口才会有 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刚才我没有看到有 那我现在 但是你就要注意注意 那哦 这边没有路 我还以为这边要下去呢 靠 这是个打坐点 但虽然我一打坐怪就都出来了 但是我反正要到下一个区域了 我觉得我可以坐一下 我也不会再回来 哦 这不是啊 但是我会不会再回来 就没过来 这里是什么啊 这不是啊 勾火是那个小小小什么东西来的 这是个加灵光点 能看看景色 蓄力过程可急奔 提升生命上限 棍花一步时衔接重棍可快速近身对手 并顺势顶 清棍第一近距离 我这种还是加这个 哦这个是12345 今时此乃山之古石之精 黑凤山打作处 吗 行 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才是做货上香 货纸买入 嗯 卖出 碎晶片就是卖的 看来没有别的用处 我可以卖 它都写了是做买卖用 天赋重修 这边是洗点 法术整备 现在也就这一个 我比较少会用快跑 我一般会慢慢看看风 这种往前硬扛只怕得吃大苦头 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 啊这个是十点十内的 顺着前面的火光 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 我怕虫子我就挺怕虫子的 靠 现在还要扮演虫子了 哎哟我不想当虫子 我听了个翅膀煽动的声音 我现在起鸡皮疙瘩 大朋友们 真的 我现在看着这只虫子在我眼前飞 还有这个音效 我现在 我现在有 我有 我 我在打寒战的那种感觉 我吸尘器呢快把它吸了 时间 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 小沈自会安容中心一眼 发和脸 还有没有残酒 别馋了 无了事 小心咱们两个被灵虫这人 拿去下酒 原来还有持续时间 又出来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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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哦 哦 哈哈哈 回法 好 本当 很好 Kenneth 你看 你看 看 我这场景好漂亮 这个岛鞋鞋靠着的这个塔 按住不放 这个岛鞋靠着的 好 没地图我跟虾了一样 现在 还真有不识祈祷的笨号 没地图 咖啡 快點 小池塘 无语 这有尊菩萨像 这树怎么还把我给打 有尊菩萨 那是我的 这是我的 我给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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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 我给你打 绝地武士 先去找他去 来 驾驶 什么驾驶 这什么意思 这区别是什么 狼公手 大狼胆小 弯弓夺 港上 百步穿杨柳 不进反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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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蹭步步是必须要干的事情 那当然 必有种子 这是什么情况 栽培 山匪猴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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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这 这 高壮匪徒,此人非人非妖,只可到他拦路街道 没有地图太难找东西了,也太难探索,因为我甚至不知道哪里去过哪里没去过,我也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哪没什么 而且他的环境比较密集,他还不像那种有些开放世界比较大平原什么的,起码能比较方便辨认位置,什么三角原则之类的,他也没有,他这种小关卡就是更需要地图 否则这谁知道,到底我在哪里啊,我在哪,我要去哪,我去过哪 嗯?又是只猴子? 施主,不如放下棍法,也同我学点佛法 佛法? 佛法? 啊 啊 你 啊 啊 1 2 2 3 5 5 5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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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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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hat? 一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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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又刷出來 哎 哎 啊 難 boss 兩下就死 這些野怪倒沒什麼可能 但是boss 兩下就死 你不要動 我怕你能 因為我會不穩 你不穩 我也是死 我實在不穩 你不穩 我不是說我都不穩 你不穩 我會不穩 你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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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去 intentional 誰再和我說這不是個魂LIKE遊戲 啊,又做火 boss 兩下就死人 又鼓勵躲避 全奇了 這不是啥事 最後生還者 其實boss傷害沒這麼高 他都是完全就是個魂來 這還用說 全部都沒有 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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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5 6 5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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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手 , 拿来 , 拿去 , 拿来 , 拿来 好 好 这款游戏提醒了我什么呢 提醒了我最准确的 为什么我讨厌类魂游戏的原因 只有男人出身 今亦若我杀你 带我和杰人闺嘴下来 关了你也是个死啊 你吃我一件 就是当战斗严重阻碍我体验叙事的时候 就是我最讨厌内魂游戏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也不只是内魂游戏 因为有别的不是内魂游戏也是这样 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我非常讨厌 我个人应该说完全不喜欢 这种战斗会影响叙事 战斗会严重阻碍叙事的游戏 简单来说就是任何最为强调战斗系统的游戏 我应该都不会喜欢 内魂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而且内魂更加严重一个原因 他不给你选择 他没有难度选择之类的东西 允许你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体验 所以这事就更严重 所以这事就更严重 这定身回的很慢啊 但是要等这个东西的话 问题是这没有难度选项 这游戏哪有难度选项 我现在就等cd了我 我不想和他正面打 他没打我 大眼瞪小眼 我不开修改器 我觉得开修改器就不如别玩了 我一直都整个用了 开修改器不如别玩了 要么给难度选项 要么我不玩 之前那些魂游都是这样 除了Jedi 首先他给了你难度选项 遇到实在打不过的boss直接切 这点就很好 然后再加上他的boss其实没有像很多魂系游戏那么强的攻击欲望 以及那么低的容错率 所以Jedi作为一个魂游我才能通关 否则一般魂游我是不会玩通关 因为我玩不到通关 我体验不到乐趣 我怎么空调啊 我不冲刺 我躲不过他攻击啊 那来不及了 反应不过来 反应不过来 肯定不过来 词乱 凯鲁 反应不过来 词乱 可能 ace 他就不喜欢 那么多 非 再多 他会 忍套 好 谁 你要 你 说话到现在已经过了我的事不过三情况 因为我已经丧失了对这场战斗的任何兴趣 如果这游戏后面也是这样的话 我不觉得我会把它玩完 因为我不喜欢的就是这种游戏 如果现在就已经这样子的话 那后面还有必要继续玩 AC6就没玩完 就是因为我已经对战斗失去兴趣 那他后面就后面只有更难的战斗 估计这个也一样 那我真觉得我没必要继续玩 这游戏就不是给我 不是给我这种玩家做 我要硬玩也只会最后体验特别差 打连打 拖 去 我看你 我是不喜欢动作游戏我也不喜欢红细 那这游戏我怎么玩 它不给我难度选项我怎么玩这种游戏 我就是想心平气和的探索世界那种类型的玩家 战斗对我来说只能作为调剂 所以它并不适合 不过买这游戏本身 其实我早就知道它应该是这样类型的游戏 只是我觉得这游戏的工业意义我必须要支持 那你说买了你总不能真的不玩吧 所以试试还是要试试 但是我看现在这个情况 我已经了解它是什么样子的游戏 可是它恰好是那种最不适合我的游戏 那我就没有必要非要干嘛 开修改器那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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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玩了 那我为什么玩它因为这游戏设计的重心就在于战斗啊 只是我不喜欢而已 不是说它战斗设计的不好 就是说我自己不喜欢 那如果你把一个游戏的重心用修改器填过去 那这游戏还剩下什么呢 那剩下的东西也不足以你支撑的玩下去 它的核心乐趣已经没了 所以我觉得开修改器就没必要玩游戏 我认为就要么就别玩了 要么就就就自己打 开修改器玩这种游戏是最没意义的 那人家精心设计的就主要是战斗和和boss 你把这个给给给给修改了那还 好就最后一次 这次如果还没有打过的话就放弃 这次还没有打过就放弃 起码我现在知道了这款游戏 它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它的受众是什么样子 但是既然这个战斗已经挡在这了 那我也不想继续在这里凹这个boss 最后一次 感到组细和关系完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打招呼 没必要可以就到这没必要进去玩 不退退款给你不退我当然说了我知道这游戏基本是泪魂你从他宣传片能看出来 这个买这个就是为了给国产游戏工业一个支持 这游戏做的也很认真但他不是我喜欢的游戏他不是我的菜 但我也不想因为对我来说战斗就就是就是allboss包括之前买那个装甲核心6不也是吗 就对我来说他已经变成一种无趣的事情 有些人他会觉得战斗很有趣 但其实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游戏的战斗如果他已经变成一种我需要去我需要去重点关注 那他就不是有趣的地方 所以就是这种任何这种泪魂的包括ACT都不是我的菜 也就除之前有几个例外比如说完美音浪 但这游戏也这游戏完全就是个泪魂游戏 那我怎么可能按理去说按理说一个没有难度成没有那个难度选项的游戏 类魂游戏我是不可能能玩下去的 事实也是这样 所以我应该不会评价这款游戏 我打算专门开个分类叫做没有兴趣 专门分个类叫没有兴趣 我估计我会把装甲核心6移进来 然后我不是之前买了法环吗 法环我也一直没玩 我也不敢说我一定会把法环玩完 我更不敢说我会把什么只狼玩完 我觉得那种游戏大概率都会到我的那个不感兴趣类别里 就我也懒得给他们凭什么急 毕竟我也没有玩怎么深入 我这顶多叫试玩一下 就是说意思就是 达不到可以评价的地步 纯粹就是这种玩法我不喜欢 但是估计在这个类别里大部分都是类魂游戏 大部分都是类魂游戏 所以直到他有哪天出个什么叙事模式 叙事模式让boss战变得有惊无险 就不需要你怎么关注 起码不是至于两下死 什么大概六下死 大概到六下死的时候 我再回来玩吧到时候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算了 反正但很可惜啊 主要是因为他这期写的很好啊 主要是他这些什么隐神图啊 你看我其实花 我今天打boss的时间 其实都没有我花在 读这些东西的时间上长 我很喜欢读他这些故事 但是就很可惜 我现在被这个就绊住了嘛 我也但是我觉得现在 如果你真要去该修改器玩 我我不喜欢 我从根本上就是不接受这种方式 就等他以后吧 看看有没有机会 更之类的别的更更加怎么说呢 更加着重于叙事削弱战斗上面的模式 再说 正好 反正你也最好等等这英伟达的驱动出来 因为他现在的优化问题还是挺大的 他现在这个卡顿问题也要起码等一周 到时候等等看 如果到时候还能有地图就更好了 反正现在就先放在这儿 战斗要很有趣 你要看看这个战斗每个人侧重的点 像我觉得哪些游戏的战斗有意思 我觉得完美音浪 仙女座 包括 就是那种chorus 这些游戏的战斗系统我觉得很好 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有惊无险类 什么叫有惊无险类呢 就是说你可以玩的非常花里胡哨 你可以玩的让别人感觉 或者让自己也感觉 就是各种放各种技能 各种躲避 你可以这么玩 你可以玩的很炫 那些全都是可选的 你也可以站着打 你可以站着打 或者你说你可以站在掩体里打 就是你可以在很低机动性的情况下打 你也可以打的非常高机动性 然后打的高机动性以后会有什么呢 会有加成 就是我喜欢这种游戏 它的下限呢 很怎么说呢 它的上限中等下限很低 我不喜欢下限很低 下限下限很低 上限也很低的战斗系统 但我喜欢下限很低 上限往上 就是它的战斗难度不是 你没有那种你 你因为boss的难度惩罚你 而是有那种 我打的不好我也能打得过 我打的好额外的奖励 是那种类型的战斗系统我比较喜欢 但是像内魂这种是什么呢 内魂是你打的好 你的这个成就感是非常高的 是高于我刚才说的那种游戏 但你打不好 好家伙这游戏你就没法玩了 但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游戏就是 你打不好你也能玩再怎么样 你打的可能不漂亮 可能没有加成可能但是你能继续玩 但是内魂不行 所以 对你看现在这样绝对打不过后面的 真没必要和自己在那里搞了 等以后万一有别的机会再回来试试吧 我是觉得那些叙事内容很可惜 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就先算 接下来我们要回归什么游戏呢 龙腾世纪起源 之后我们现在已经一点了 今天就算了 明天继续龙腾世纪起源